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警方报了案 说自己遭到了持刀抢劫 看到这个小伙子鲜血直流 民警马上就展开了追捕 没想到接下来的情况却是让他们大吃一惊 这是一段真实的报警录音 事情发生在江苏的昆山 接到电话之后 民警立刻赶到了现场 报警人名叫朱安能 刚满18岁 警方看到他的时候 他满身是血 额头部位有一处刀伤 他说是大概一米七十几的一名蒙面的男子 大概是用那种黑色的丝袜套在头上的 然后手持一把匕首对他实施的抢劫 周安能说 他是前天刚从广东来到昆山找工作的 一个小时之前 人生地不熟的他呢 独自一人走过案发现场 却遭遇了一名蒙面男子的迟岛抢劫 周安能对昆山地形并不了解 遭遇抢劫之后 他只是顾着拼命地往前跑 直到找到了路人报警 不过呢 他虽然不知道那条路的名字 但是他说应该可以顺着跑跑的路找回去 他就是说在广北半个小时走路的路程 那边有一个小小的村庄 手扶着往前面开 对 往左掌吧 往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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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 民警朝着周安能被抢劫的地点行进 就在这个时候呢 意外发生了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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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海公公公局 十二楼 四十六 马家声音的好 那边可以来 看一下 做个录像 当我们车行驶到里面大概两百米左右的时候 发现路边躺了一个人 在路的一条小的手里路中间躺了一个男子 他上身全是血迹 左脸部有一处刀伤 然后颈部大动脉应该是破了 有一道很深的口子 所以形成致命的这么一个伤口 民警在前往抢劫案件发生地点的途中呢 竟然发现了一具男尸 车上在场的所有人是倍感震惊的意外 警方初步判断 死者死于他杀 这里距离朱安能所描述的被抢劫的地点只有几百米 这两起案件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 朱安能说他并不认识死者 案发前后也没有听到打斗或者是呼救的声音 看来行凶的人是接连抢劫了两名男子 造成了一死一伤 而这个朱安能还真是命大 警方把朱安能带回派出所里继续询问 同时呢 对这起命案进行了现场的勘察 其实死者带的地方有血迹 这边没有任何血迹 所以我们当时也在怀疑这个人怎么到这边来的 警方发现死者颈动脉断裂 导致失血过多而死亡 但是呢 死者除了身上有大量的血迹之外 尸体的周围的血迹并不多 所以警方怀疑这里并不是死者死亡的第一现场 在尸体的吸射地面上有一个有一只鞋 这是运动鞋 运动鞋的鞋底也相对来说比较干净 当晚那天是下雨 我们猜测这个抛尸的可能性一定大 那么死者的尸体又是如何被运到了这里来的呢 我们技术员在现场发现 在死者身体边上有一个很明显的车轮印 而且是一个急刹车的一个车轮印 这枚车轮的印记紧挨在尸体的旁边 很可能死者就是从这辆车里边被抛下来的 不过由于当天晚上刚刚下过雨 道路比较泥泞 这枚车轮印向前延伸了一段距离之后 就模糊不见了 死者究竟是什么人 他又是被谁给杀害 并且运到了这里抛尸的呢 死者在口袋里面有几百块钱的现金 其他没有任何证据 警方在死者的身上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证明他身份的物品 不过呢 死者身上的现金似乎表明 凶手行凶的目的并不是谋财 我当时猜测根据行那个心理学的 正常抛完尸以后 它肯定是有一条路它肯定往前走 往回走的可能性应该小一点 前面后面是大路 大路相对来说一个晚上灯光照片比较亮 经过相对来说比较好 肯定走小路的干预大一点 所以我就坚信有可能走小路 根据地面刹车的痕迹 警方判断 车辆很可能是从然往北行驶 所以呢 他们沿着小路一路朝北寻找 我们就沿着这条路一直向前寻找 在寻找的过程中呢 发现死者一只鞋 刚才庆场一只用鞋 只好一只一双 同时这只鞋上有血迹 所以证明他逃跑向了 我应该是对的 警方沿着路面上断断续续的车折印 继续寻找那辆失踪的轿车 大概走了五百米 在手电筒晃动的光度里 民警明显感觉到了前方 有车尾灯的反光 在路的尽头 就是突破的点 我们用手电灯光一照 它那个汽车尾灯有明显的反光 还有我们立马就往前撑入去 当时第一想法是 这个行人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在车里 突然出现了这辆车 让民警们眼前一亮 民警不知道犯罪嫌疑人 是不是藏在车里 要知道 这很可能是一个穷凶极恶的犯罪嫌疑人 他杀死一人 伤了一人 正是因为这样 民警在安全距离之外 向车里喊话 在确定没有人之后 才向车子靠拢 侦察员打开车门以后发现 车子里面全部是血迹 那么这辆车到底是谁的 他跟死者有什么关系 朱安能又是被谁给抢劫的呢 稍后我们接着往一谈 死者身份查明 他到底与谁结怨 案情显露出诸多疑问 被抢男子身上 到底藏着多少秘密 后面上这个血迹的形成呢 应该不是他自己伤口 能够形成这道理 大逆转 拍案正在播出 前面我们说到了 朱安能深夜被人抢劫 浑身是血 而当民警 在案发现场查看的时候呢 又发现了一个死者和一辆汽车 经过在车里查找 民警找到了行驶证和驾驶证 得知这辆车的主人 就是那个被人扔在路上的死者刘刚 那么刘刚到底是被谁给杀死 抢劫朱安能的人 又逃到哪里去了呢 据调查 死者名叫刘刚 今年34岁 江苏省滨海线人 他父亲就躺在病房里面 拿到手机看到照片 就是 就愣住了嘛 一直在看一直在看 他也不睡觉 一直在看一直在看 那他妈妈就一直哭一直哭 哭到昏过去了 在得知的刘刚出事的消息之后 刘刚的父母因为承受不住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 一病不起 刘刚的姐夫说 小舅子出事之前 一直在坐网约车的司机 这是一种通过网上约单 叫出租车的服务 我以为跟他讲 就是说 开这个车 然后要注意安全 尽量晚上不要出去 不要太晚 就是说 或者是太偏的地方不要去 刘刚的姐夫没有想到 千叮咛万嘱咐 小舅子还是出事了 我们当时 调了他的一些 那个 就是月单 发现确实 大概有一条 那个轨迹 正好有一条 有一个订单 正好在这个 当天晚上 但是这个号码 是虚拟号 通过调查 警方发现 当天晚上 在案发前 一个小时左右 有一个虚拟的电话号码 曾经 月单 叫过出租车 警方调取了 刘刚接单之后 行驶路段的监控物像 监控录像显示 6月26号晚上8点36分 刘刚驾驶的白色轿车 在美丰路向西的方向 接上了一名乘客 这个乘客 应该就是当天晚上 通过网络约的单 然后这个乘客 就是按照他的行驶路线 包括我们路面查询轨迹 是往我们城北方向 观望庙村附近行驶的 警方调取了这辆车 到案发现场所经过的 全部路段的监控视频 发现这辆车 在行驶的过程中 并没有出现停留 所以警方判断 刘刚应该是 到案发现场附近 才遇害的 而凶手很可能 就是搭车的这个乘客 当时在车里面 这个乘客 他没有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他是坐在后排座的位置 沿路的监控抓快路线 都看不到 后面的乘客的一个特征 这个乘客究竟是谁 他是不是杀害刘刚的凶手呢 警方之前 在刘刚的身上搜出了现金 这说明了 这个人谋害刘刚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抢劫 难道说 他跟刘刚之间 还有什么仇怨吗 死者是很明显的 颈部有一个刀伤 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刀伤 除了胸脾以外 脖子也内伤 身上也有多处 就是力气的一个残忍伤 刘刚的身上 一共有三十几处的刀伤 而脖子和胸口的几处刀伤 足以致命 可见凶手十分的残忍 非要将刘刚置于死地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 会跟刘刚 有这么深的仇怨呢 他这个人就是说很老实 就是说你只要跟他聊天 或者是跟他相处 跟他在一起 无论什么事情 在他那里没有不行 一个在家人看来 这么老实温和的人 怎么会遭遇毒手呢 这个人在杀害刘刚之后 为什么会汽车逃走 现在又有人在哪里 由于当天夜里 被抢劫的受害人 朱安能 是唯一经过了这里的人 民警呢 只能是寄希望 从他的记忆里 去发现一些 有用的细节和线索 对于案发的经过 朱安能说他已经头晕了 记不太清楚了 不过呢 他说自己没发现 什么可疑的人 也没有听到特别的声音 不过随着询问的深入 警方却发现 朱安能的陈述 有很多矛盾和可疑的地方 他说他根本不认识 昆山的路 他就是随便走 到处走 看到哪边有路 就往哪边走 他之前在昆山 乃得是住宿的地方 离案发现场 非常的远 如果正常的游走 那没有一天的时间 走不到这个地方 朱安能说 他呢是中午 从宾馆里退房之后 一个人走到案发现场 可是按照正常步行的速度呢 朱安能根本没法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走到这儿 而且 对于被抢劫财物的细节 朱安能的讲述 也是前后矛盾 一开始我们在 询问过程中的时候 他自己承认自己 没有钱了 等于说吃饭的地方也没有了 等于说住宿的钱也没有了 他拿着这两百块钱 让警方觉得有些不可常理的 除了朱安能的陈述 还包括他身上残留的血迹 身上前面后面 侧面是全身都沾满的血迹 裤子上穿了一条黑色的裤子 隐隐约约的应该也有血迹 后面上这个血迹的形成呢 应该不是他自己伤口 能够形成的道理 警方注意到 虽然朱安能的头部 面部都有刀伤 但是呢 伤口都并不深 不足以形成在身上 这么大量的血迹 而且有些血迹还在背上 这显然是不可能出现的 从朱安能身上的血迹来看 如果他跟嫌疑人 发生过激烈的搏斗 那么嫌疑人受的伤 应该比他还要严重 警方对朱安能 衣服上的血迹进行了提取 同时呢 再次对涉案的那辆白色轿车 进行了仔细的勘察 刘刚的车里有大量的血迹 情况判断 这里才是刘刚遇害的第一现场 嫌疑人在车里 把刘刚杀害之后 又把他推下了车 然后弃车而逃 警方同样提取了 车里的血迹进行化验 而这个时候 驾驶座下面的一枚鞋印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这种种疑点综合起来 得出的结论 让所有人都是大吃一惊 曾经报警说 自己被抢劫的受害人 居然就是这起杀人案件的重大嫌疑人 这让警方始料未及 虽然从一开始 朱安能的讲述 有那么多的不合常理的地方 但是呢 警方怎么也不会 把他和杀人案件联系到一起 那么 朱安能是真正的犯罪嫌疑人吗 他隐瞒了什么事情呢 后来 朱安能开口说话了 他说 他其实也是受害者 那么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呢 前面我们说到了 朱安能一直说 自己是被抢劫的 可是呢 现场的一些疑点 却让民警觉得 朱安能可能就是犯罪嫌疑人 因为随着调查的深入呢 朱安能的讲述是漏洞百出 那么 朱安能和这起杀人案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当警方和朱安能之间的对话 由询问转为询问的时候 朱安能才说自己撒了谎 他说啊 他曾经搭乘过被害人 刘刚的网约车 但是刘刚被杀 不是他干的 当时呢 车上还有另外一个人 这一次审讯 朱安能承认 6月26号的确 是他以网约车的方式 叫了刘刚的网约车 他说之所以这么晚 打车出去 是因为第二天呢 有一家公司要面试 为了避免迟到 他呢想提前 到这家中介公司所在地去看看 上车之后 大概开了20分钟左右 朱安能说 有一个20多岁的男子 招手请求搭车 当时呢 司机和自己也都同意了 刚上车的这个男子说 要到恒盛路 也就是案发地点附近 让朱安能没有想到的是 当车开进了一条 偏僻的小路之后 这名男子 突然抽出了一把匕首 朝着刘刚刺了过去 用刀捅刺这个驾驶员 然后在捅刺驾驶员的过程中 他说他是被误伤 导致他脸部受伤 然后他说他就跳车逃跑 然后抱着紧 我们也在问他 为什么不敢讲什么之类的 而是这意思 他当时就是对好像警察 这个好像不是特别姓的 也不大敢讲 朱安能的这种说法是真的吗 警方把所有的信息一一地梳理 他们觉得朱安能这次的讲述 这更加不可信 因为警方之前呢 对车辆行事轨迹 进行调查的时候 就曾经发现 那辆车的副驾驶座位上 一直都没有人 而且呢 整个刑警的过程中 也没有人中途上车 朱安能为什么要再次说谎 就在这个时候 血迹检验的结果出来了 结果表明 无论是在朱安能的身上 还是在涉案的车辆里 所有的血迹 都只来源于两个人 那就是朱安能本人和死者刘刚 根据朱安能的交代 他来昆山之前 一直在珠海的一家电子厂里打工 护照乏味的工作 和一成不变的环境 让他想换一个地方生活 通过一家中介公司 朱安能呢 找到了一份在昆山的工作 于是6月20号 他独自一人从朱海来到了昆山 在交付了200块钱的押金之后 他发现这家中介公司介绍的 也还是到电子厂里打工之类的工作 这并不是他想要的 虽然中介公司保证可以继续寻找 直到让他满意为止 但是两天下来 朱安能带来的钱快花光了 而工作依然没有着落 一直混迹于网吧 吃住都在网吧里 指出不进的经济状况 很快让朱安能支撑不下去了 他说当时已经没有钱 再去交中介费重新找工作了 他能够想到的唯一方式 就是抢劫 这要么说呢 这个朱安能确实是一个法盲 他完全可以向家人朋友求助 就算不愿意开口 那也可以自己卖苦力赚点钱 再不济 就是帮人家刷个盘子 也能赚到口饭吃 但是呢 朱安能 他却没这么想 就是钱也没有 比如说十百块 比如说现在这个社会 吃个饭的时候 最别的就是十块 还是吃不饱 所以说 想去干了这些时间 像这种孩子呢 他书念的少 所以对很多知识呢 他不一定了解 而且他也不交生乱养 也不是跟着父母身边 他觉得自己独立性很强 他也不愿意求助任何人 他只想通过自己的方法 来解决自己的事情 而在这个时候 他就会考虑到最原始的抢劫 据调查 朱安能的父母几年前离异了 而母亲因为打工的时候 手部受了伤 无法再出去工作 如今呢 朱安能由于找工作不顺利 身无分文 又不愿意求助家人 所以呢 他才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 为此 他特意购买了一把匕首 和一把剪刀 从妈妈下了机子 然后出来下班 然后就想着这样 比如说车挺多的 觉得开车应该有钱 所以说 那就是这样打了车 他是对昆山特别不是 不是特别熟悉 他当时就想到打那个网约车 网约车以后 他当初就在那个打开了以后 找了一个地点 随便找了一个 找了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 去选择这个叫三丰盛的地方 上车之后 朱安能一直在盘算着 什么时候动手 事实上呢 他也不确定车子 将会开向什么地方 自己是不是会有机会 和胆量动手 很简单 一直在想 这么有的地点 应该会有黑暗 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说 那时候我支付宝 还有点钱 然后车车还都车 可以 整个过程呢 朱安能处在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 他想好了 如果行驶过程中 有一段偏僻的小路 就先用匕首制服对方 然后再实施抢劫 我就说 至少先让他 失去反弹能力 就是说 至少我能控制住他 如果控制不住他 那应该怎么办 后面我也没什么想 就是说 反正就是 说先控制住他吧 至少在 人在我空中的环境 这个时候的刘刚 完全没有意识到 危险的临近 他把车越开越远 路呢也越走越偏 当车开到了山峰村 一处偏僻的路段的时候 朱安能突然从包里 掏出了匕首 我们就如果 不知他一道 你说难道 笔着他 我想我难道笔着他 万一被他反过来 找他自己的 不夸算 刀插开了以后 等于说变起来 你只是在反抗 反正因为刀的 那个劲量比较劲 然后在反抗过程中 抓住这个刀的时候 这个刀刃跟刀身分开了 这个时候 刘刚拔出刀刃 向身后的朱安能刺去 在撕打的过程中 朱安能的额头和面部 被刀刃划伤 他当时是坐在 驾驶员的后面 他然后就捏他的脖子 捏了以后 他感觉到快已经不行了 感觉到他 奄奄一息已经快要死掉了 朱安能把奄奄一息的刘刚 挪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 他正要翻对方钱包的时候 刘刚突然醒了过来 并且奋力地反抗 他然后遇到一点慌张的 去把速度越来的检查 他就把被害人从车上 打开副驾驶的门 直接给推了下去 导致现场就是只留下一只鞋 一直关着脚 这惊恐万分的朱安能 已经不敢再下车 去翻刘刚的钱包了 他只是想以最快的速度 逃离这里 朱安能把车 开出了一段距离之后 想了很久 他觉得自己所做的这件事情 早晚会败露 于是又下了车 把自己和被害人 留在车上的手机全部丢掉 然后跑出去很远 报了警 假装说自己遭遇了抢劫 这个朱某 他也不知道他自己应该怎么办 他也没有方向 也漫无目的 后来他想到 那我就报警了 我拼个故事 拼个我被抢的故事 看能不能混过去 其实他想法也是比较简单 这朱安能没有读过几天书 也没有一技之长 又不愿意做重复枯燥的工作 他以为换工作是很平常的事情 可是当他发现自己的想法 在现实面前存在落差的时候 并没有寻求正确的解决之道 轻易地就做出了一个荒唐 而又错误至极的决定 最终走上了一条 再也无法回头的不归之路 好 感谢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